遮色片与橡皮擦的差别 遮色片很棒喔 这张图的时候呢 来,我们眼睛关掉 这张图现在遮这样,对不对 来,如果觉得不买 记得喔,不要点错 点这里 工作区在这里,再把它删掉 那钢的效果就取消了 他问你要不要套用钢的这个效果 当然不要了,删除 圆图就出来了 那我们之前也学过橡皮擦 橡皮擦擦掉就真的没有了 橡皮擦如果在这边擦掉 当然你就存档这一块用 你就救不回来了 通常橡皮擦是什么 在做修饰啦,没有选好 我在前面这样擦掉就没有了 如果存档完以后这个花就要重来 来,我们把这打开叫步骤记录 回到这里来 那这个,那再看一遍 我希望把这后面这个遮掉 所以点这一颗 叫涂层的增加涂层遮色片 就遮局部啦 那再讲一遍,点这一颗 有时候我们会把前领色改别的颜色 遮色片永远只能用什么颜色 黑白,对啊 诶,你看一下哦 我明明选红色,为什么要出现是这个 它根本因为目前我在这里工作 在遮色片的领域里面 任何颜色它只认什么 如果点这里就叫白色它出来 点这里黑色它出来 那你点起来颜色都出不来 老师,不是你的电脑坏掉啦 因为目前你在遮色片的涂层工作 所以你选其他颜色都没用哦 你选其他颜色它会把它转换成灰界的对应 目前位置大概这里 那如果点这里,点这里再看一下哦 这时候去选颜色的时候就真的就是颜色了 你有区别吗 在遮色片的领域,这边只接受两种颜色 黑色跟白色 中间的灰界就叫半透明 你看见吗 所以呢,来,再讲一遍 点这一颗就回到预设时 交换黑色的地方会把它涂掉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 这个笔刷工具,对不对 这边涂黑黑的 只不过这个地方被遮起来而已啦 只是把它遮起来 如果再把它交换变白白的 就可以把它再涂回来 这遮色片的基本概念是这个 那如果它不要的话 可以把这个什么 丢到垃圾桶 丢到垃圾桶删掉 选删除,不要套用 再看遮色片 那遮色片对它有点概念 第一个,它只接受黑色、白色、灰色 OK吗 那接下来,因为使用这种不方便 我们常常在遮色片常常使用什么 渐层工具,因为渐层效果最棒 所以从这边去拉 白色是看见哦,黑色看不见哦 从白色,所以从这里拉是这样 如果从这里拉就变这样哦 所以这时候把花打开就变这样 我们回到人物来也一样 我们这个人物哦 我想加个遮色片效果 这里哦,人物在这里哦 我再加个遮色片 这里 我希望头看见下半身要半透明 就使用渐层工具来帮忙 看见是白的,所以呢 看见是什么拉 如果拉这样,拉一点点哦 你看见吗 那就这样,拉长一点 效果就比较好玩了 拉到底 所以就觉得上半身下半身 慢慢下半身 这是透明掉 你可以自己来做这个效果 这融合效果就是半透明效果 那如果从这 还是脸出来比较好,到这里 如果拉得很长很长很长呢 那就变这样 这是可以继续决定 就是看这个半透明效果 你自己来做决定 但如果由左右就变这样哦 由上而下就变这样哦 你看懂吗 这样做起来就看觉得怪怪的 这长度,拉短短的 这就是这两段的中间半透明了 所以这个灰阶就要做这些事情 来,我们把灰阶我再拉一个开一个新的涂层好了 灰阶你看一下 其实灰阶在做什么 眼睛全部先关掉了 这里 这叫灰阶 我们用白色到黑色 这叫灰阶 有看到吗 如果拉短短的就这样 由上往下一点点 拉长长的就变这样 中间这里叫半透明效果 所以把它关掉 所以你现在看这个就比较有概念 来,点这里 我想再提醒你务必要在哪里工作 来,这个务必要 在这里哦,在这里哦 这样再拉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效果就是像这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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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